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講開才發現原來很多古語 我們都是曲解了意思 前幾集已經講了很多句 但愈想愈多愈想愈多 今集我們就講一下 大家經常掛在口邊的無獨不丈夫 究竟是否真是你所理解的意思 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歡傷人的一個原因 可能你覺得他們會為你試圖 工作會經常不擇手段 每個行業都會有毒瘤 哪裏都會有 有黑就會有白 這就是自然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批判 不過如果你說錯了一些古語 你就會曲解了古人的意思 古人並沒有告訴你 你真的要做人要狠毒 你才是大丈夫 所以我奉勸那些 以無獨不丈夫作為自己人生信條的人 回鄉下讀多兩年史片 這一點不是你不擇手段的藉口 不擇手段是應該用來對付那些不擇手段的人 聽得明白你就會自然明白 聽不明白也不要緊 你可能會不理解 但為何無獨不丈夫這些荒謬的語句 會流傳千古 其實古人的原意 並不是作為一個男人 一個大丈夫要狠毒 不是說你的手段要有多獨立 而是說你的道量 也就是氣道道量的意思 因為你看看前半句 你可以推測出來 前半句是 量小非君子 無獨不丈夫 也有人說 這個道字應該是獨度 即我們經常說獨巧 猜獨 也就是量小非君子 無獨不丈夫 是說一個人要有謀略 要有懂得計劃的能力 但如果你結合前面那句 他因為是說量小 所以按道理應該是讀道才對 因為氣量小 道量小 意味著應該說你的道量要廣 你的道量要闊 所以應該跟計策是沒有什麼差距的 所以這個道字應該是氣道道量的意思 你也可以理解為風道 謙謙君子 有道量偏偏君子 有風道的才是大丈夫 君子和丈夫是相對應的 量小和無道也是相對應的 所以這個無道 應該是說你沒有氣量 沒有鹹氧 而量小的這個量 應該是指你的雅量 即是說你的雅量大 你的心胸會比較廣闊 所以大家都願意跟一些君子 和大丈夫有所交往 所以如果你看上下文 你就會知道無獨不丈夫 究竟有多麼沒有文化 究竟有多麼荒唐 如果這一句是你的人身格言 我真是恭喜你發財 我也祝你出入平安 今集的時間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看看古書 我們下集再見